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男,欢迎来到民族正线 那么现在我们继续来关注巴尼的冲突 那么白天老编给大家做了一集,我说了 我说这个,现在大家能看清楚 可萨这个民族他们在全球是怎么活下来的 动不动跟一个别族的妇女 生了一个混血,就说咱们是亲戚 都是叫这个民族,都叫舅舅,咱们都是娘舅 老娘舅,对吧,咱们都是亲戚,谁跟你是亲戚 对不对,现在在中国网上,你看到没有,操弄中国的这个舆论 那些网军,公关公司,全部都出动了,背后是谁呀 不就是屈服于可萨老的这个钞票吗 屈服于他们的钱吗 对不对,在中国网上一看,昨晚上的事情发酵到今天早上 我看那个垃圾还在上面,现在还在,还在继续发酵 然后就把这个事呢,和什么新闻绑在一起 说有三名华裔,说明华裔好像在当地好像出事了 你这个以色列你打这个哈马斯打巴勒斯坦的时候 之前也有中国人受伤的,对吧 这个我说过,这个地方就那么乱,没事别去 如果实在怎么样的,我不可能因为你一两个人受伤 而我去改变我们整个民族的政治立场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 还有一个,你是别国国籍的,那你就是当别国国籍的 你是为别国国籍服务的 你不是有些人要加入别国国籍,说要拿那个passport 对吧,这个国家嘛,多少多少个国家了,免签了 这个国家嘛,多少多少个国家可以畅通无阻了 这个国家比你的中国这个护照,免签国家要多 党次比你要高,这个护照很值钱 这个教育,医疗 那他妈你出的事情你自己兜着 别来扯我们 别来扯我们 所以我说,你在美国,我看到一个华语被打 那我就说,像以前我是无所谓的 但现在因为越来越敌对了,二鬼子越来越多了 那我会先调查他 这个人他在过去言论是怎么样子 因为现在很多人他都公开账号 他公开发表一些言论 他是比较爱国的,或者他比较中立 那OK,他中立的,就不大尬 他是个美国人,美国人被打,关我有什么事了 他说他是爱国的 你看看,美国的这种种族的这种 排隔离,排斥,排华 我们讲两句 那如果你是个恨国党 你是个出生在中国,出生在北京,出生在上海的 你在那边被揍了,怪我屌事啊 对吧,还往死里打,打了吗 更惨一点,对吧 所以现在你看,东方东就在网上讲什么 别人要是支持巴勒斯坦 现在就是他们在玩什么东西 就是说支持巴勒斯坦,等于支持哈马斯 等于支持整个恐怖行为 首先第一个,我们不欢迎 就是说搞这样的恐怖行为 对吧,你比如说你跟民 平民去干,去搞 这个我们历来,没有一个国家 说是去支持这种行为的 那这个东西,我就说 大家就是说军人的事情,还是军人去解决 但是,为什么人家哈马斯要到音乐节上面 要到他的大街小道上,所以随意的 随意的去开枪 你过去你以色列,你不做这个事情 别人会这么给你以牙还牙吗 是你先这样动手,人家那个定居点 人家的国家,你把人家占了 现在全球都是说,OK 这也是一个继承事实 继承事实,OK,那大家就是 啊,就是越战和西安 跟加拿大第一代,那他们就 就是一个巴勒斯坦国 人家本来就是一个国家,你是不承认 这个国家的存在,你说这个地方就是我的 你他妈搞极优异,你搞库里德 搞极优异,搞到他妈的这个家 搞到极点了,你就认为你牛逼 打他们随便打的 阿拉伯国家也一盘散沙 现在不一样,现在这个背后 啊,是全球大博弈 一个大格局 不给你那么轻轻轻轻 不给你那么轻轻松松了 对吧,不跟你开玩笑了 人家就是跟你来玩大的 这一把 我个人感觉真实的 按照媒体的这个水分 真实的以色列的这边上网人数 我估计在四五千人左右 起码是有的 啊,至少在至少在四五千人左右 啊,所以他这下子他打了他有点怕了 他这个士气被打下去了 他已经集合十万大军 已经抵达加沙地带了 但为什么迟迟没有推进第一面战 啊,然后那个内塔尼亚湖 包括还那些支持什么 支持那个以色列的啊 支持他美爹的 都说把什么加沙地带移为 移为平地 卧槽,你妈的笔 这种这种事情 你就动不动就说 把这些给移为平地 对吧 啊,这个我个人感觉 这种言论啊 这种话啊 在中国这些公关公司 讲出这些话 我个人感觉特别扯难 啊,对不对 因为你本身就是人家的地盘 啊,人家对对反抗 人家是恐怖组织 那美国还不说东伊运 啊,说这个东突是 什么恐怖组织呢 对吧 那他在 那那那东突在中国 在正针对我们搞了 他妈很多这个恐怖袭击啊 那那美国还不承认了 那服务他的政治 对不对 我我我我为什么要按照 美国美国的标准去定义他们 美国现在老逼得不得了 最先进福特级 站这个航母 调达东地中海 随时随地去渗原这个以色列 你美国的航母就去再打个哈马斯 打人家几个小米加布枪的哈马斯 确实你骂个逼的 你真是他妈一个堆 你美国真是个堆 大家看到没有 美国航母是吓唬谁的 美国航母现在吓唬谁都没有 他航母到了 人家哈马斯就说 没有办 没有办法停火啊 小人停火 没那么简单 就跟你就跟你搞 也就是说 人家不是说拉屎开头硬 就跟你搞这一波 人家后续都已经做好 实处的准备 就跟你来一次 打了就跟你来干了 你以色列现在 为什么十万大军在那边 他迟迟不搞军事行动 只是说搞一些 那种好像城里面的一些 定年清除 但是他为什么不搞地面战 各方的舆论 各方反应 他也怕的 这一次真的 如果说你在这边打 马上这个黎巴仁什么 叙利亚 马上就参战了 你就跟他们都处于交战状态 马上就参战了 然后你怎么搞 然后你美国去打叙利亚 那人家伊朗也上了 俄罗斯也把阿蒙的秘书长 叫到俄罗斯去了 对吧 现在中国外交部的态度很明确 中国外交部高度关注 以巴局势 强调落实两国方案是唯一出路 中国外交部10月9日表示 中方高度关注以巴局势 驻当地使馆 正与当地的中国公民保持联络 尽全力保障他们的安全 外交部发言人 毛宁主持令人记者会 就以巴局势表示 中方高度关注近年来 巴以冲突持续升级 对冲突造成平民上亡 感到十分痛心 反对和谴责伤害平民的行为 中方反对扩大冲突 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 希望尽快停火 直战 恢复和平 毛宁强调 国际社会 确实发挥作用 共同推动局势降温 解决巴以冲突 循复以往的出路 再恢复和谈 落实两国方案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 早日通过政治方式 实现全面投赞解决 使各方的合理关切得到保障 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 一道为此做出不懈努力 毛宁同时还表示 中国驻以色列的使馆 和驻巴勒斯坦的办事处 正在当地的中国公民保持联络 尽最大努力 为他们提供协助 尽全力保障他们的安全 中国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 共同朋友 对于以色列希望中方 潜在巴勒斯坦的行为 毛宁表示 在巴以冲突问题上 中国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 中国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 共同朋友 中方真切希望看到 巴以能够和平共处 共享安全和发展 实现这一愿景的根本出路 在于落实两国方案 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关于美国向以色列 运输弹药和军事设备 毛宁说 在这个问题上 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 中方始终认为 对话谈判 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会与各方尽快停火指战 避免去进一步升级和恶化 对吧 中国也想量的回应了 你这个要求 要求我们谴责巴勒斯坦 中国就说了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都是咱们的朋友 但是你以色列要落实两国方案 你不论是两国方案 我们站在公平正义的一方 那就是巴勒斯坦 中国公开表达支持巴勒斯坦 以色列是朋友 但我支持巴勒斯坦 但是我也说了 你是我的朋友 我跟你说过 到底让你来北京谈 你为什么不谈呢 所以大家要知道 现在悬而未决的问题 一个一个的都要给你 问题都给你抓出来 都给你解决 现在全球是政治挂帅 不是经济挂帅 不搞经济不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现在就给你解决政治问题 你看这两天沙特一点声音都没有 大家看到没有 沙特一点声音都没有 傻逼了 那个那个萨兰曼王储 以为你有钱 还能经常是出生 你有钱 你牛逼 你屌 现在呢 没方向了没有 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没有 这就是什么 政治经验不足 就不能让太年轻的人 来当党和国家领导人 那是会完蛋的 因为他们少惊逝世 而且我想问题想当然的 因为我在国内 我弄死一些普通老百姓 我看你不爽 把你杀掉 杀几个人来解解闷 你对外事务也是这样子吗 人家巴勒斯坦 现在就是跟你这样搞 你还跟以色列去和谈吗 你什么现在去跟以色列和谈吗 整个伊斯兰世界都把你开出 他妈的囚集 不跟你开玩笑的 然后呢 美国最硬的人也来了 中国这个时候也是讲这个话 这个书莫 对吧 习近平会见美国参议院领袖书莫 中美应推动改善两国关系 中国关系主义习近平10月9日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会参议院 多数党领袖书莫 习近平表示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中美如何相处将解决世界的未来 代表是中美两国因相互尊重 相互协助 最终中美关系不断改善 习近平指出 因为内面交流不可替代 希望借此机会 听取数位参议院的意见 相互交流 9日较早时 王毅在北京与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书莫会谈 报道指 书莫代表团共有6名参议院组成 包括共和党籍的克拉波 共和党人卡西迪 约翰肯尼迪 民主党人哈桑 奥索夫 代表团 去自从上海展开访话行程 下一站会访问西安 书莫办公室三日称 代表团此行出访中国 日本韩国 是为促进美国在区域内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 并将与各位政府领导人和商界领袖 以及在各国运营的美国企业举行会晤 办公室指书莫将为美国工人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确保美国在国家安全先进科技方面的领导地位 那么习近平也建了这个书莫 那人家过来跟你来求和的 对吧 我们也展示一下大度 所以就告诉他们 现在你们搞那种他妈逼的 有我没他 有他没我 你搞这一套已经行不通了 现在呢 你看在这里 你看跟习近平吓呵呵的 跟哈末 牵牵手 拉一拉 那边他妈的打了 炉火炉土的 中国外交部也当了他们这些 人的面 在这里干嘛 对吧 当着美国鹰派的面 说我们支持巴勒斯塔 啊 中国官方表态 所以我说过 任何民间的言论 对吧 说什么哈马斯是什么恐怖组织的 这种人 那你就是跟国家的政策在作对了 对吧 当然了 很多出这种号 很多都是1450 也有很多是一些 马甲 对吧 有很多是以色列在这边讲这些话 大家现在看到没有 老兵是以前一直讲的一个理论 我说加南这里肯定是有事的 而且老兵说过 我说今天领导西方的到底是谁啊 总舵在哪里啊 不就是以色列吗 德国 法国 所有的几乎欧盟国家 包括美国第一时间 啊 爹被打了 赶紧了 马比 航母都要开过来来救 F35战斗机 全部都掉过来 你以色列这波真的被打懵了 而且你看 德国的什么 啊 新登堡 啊 什么这个 这个巴黎 还哪里都弄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这个灯光 啊 搞这些逼事 所以我说过 拜登为什么要向以色列总理下跪啊 这不就是他们的总舵吗 对吧 啊 所以说西方全都是被他们给给操弄的 给他们给他妈渗透 给他们领导的 嗯 人家活在流浪几千年怎么活下来的 就是跟一些别的族裔的妇女啊 弄了一个混血儿 叫舅舅叫舅舅舅我们是一家人啊 叫娘舅 我们是一家人 他弄这个玩意儿啊 所以说现在呢 这 就是说他们这个嘴脸被我们看的什么 一清二楚啊 然后还有人说 中国以色列混血的25岁女学生 在以色列南部的一场和平音乐节 被哈马斯掳肘 消息在微博上传开后 引起大量讨论 但声援他的人却不多 反而有许多人认为 相关信息是以色列官方故意放出来的 想要舆论绑架中国人 除非他是中国国籍 否则就跟他们毫无关系 对啊 是这样的呀 没错 很多网友都在这里讲呀 以色列人全民皆兵 他那不是什么学生呢 为什么不当中国人 要当以色列人 我们只救中国人 没错啊 所以我说过习近平 为什么昨天要讲重要的话 中国人的意识形态 已经早就已经觉醒了 已经纠正过来了 掰过来了 对吧 为什么呀 我们分得清善恶是非 我们分得清善恶是非 这次对巴勒斯坦的这个支持 和反对这种什么 中意混血儿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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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势 就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是心里是门清 脑袋是相当的清醒的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